大家好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五 我们继续跟进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今天是大非农数据发布日 那么今天市场的博弈将较为复杂 或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注意今天K线的一个选择 特斯拉同日连放大招 新Model 3加量加价后开售 Model S和X最大降幅超15万 开学首日 新款特斯拉Model 3如期而至 在增加配置续航的同时 价格也较老款车型有所上调 同时特斯拉Model S、X也再次宣布调价 单车最大降幅超15万元 今天店里特别忙 官方现在都有点慢了 感觉要崩了 9月1号上午10点 一位特斯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新款Model 3目前属于预售价格 具体价格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 就在一个多小时前 特斯拉中国宣布Model 3换新版 于中国大陆开启预售 价格方面 Model 3后轮驱动换新型 25.99万元起售 Model 3长续航全轮驱动换新版 售价29.59万元起售 新款Model 3的上市销售早有预兆 早在8月中旬 特斯拉多家门店便已开始接受新款Model 3预定 具体方式为 直接交1000元定金 新款车型价格如果比老款车型高 将以预定时车价为准 据前数销售人员介绍 现在店里尚无新款Model 3展车 预计会在10月到店 目前处于预售阶段 因为是预售 所以1000元定金是可以退的 老款车型已经卖完了 现在订车都是新款Model 3 最快10月份可以交付提车 交付时间这一说法得到了 特斯拉中国工作人员的确认 根据官方价格 特斯拉Model 3换新版 较老款车型有所上调 其中Model 3后轮驱动换新版 较2022款Model 3后轮驱动版 上调2.8万元 具体到产品 除诸多外观设计调整 新增颜色外 特斯拉Model 3换新版进行了加量 配置方面 新款车型新增后排8英寸控制屏 多色分为灯的环抱式座舱 全新多功能方向盘 前排座椅通风 全新座椅系统 远端安全气囊 盲区提醒灯等配置 性能方面 Model 3长续航全轮驱动换新版 CLTC最高行驶里程可达713公里 后轮驱动版车型的换新版增至606公里 此外 新款车型的悬架系统经过了全新调教 同时Model 3后轮驱动换新版的最高车速较老款车型 由小幅降低 对此刚刚完成小米汽车下策的顺维资本投资合伙人胡争男直言 特斯拉不声不响的就换新了 增加了长续航版本 各版本普遍增加了电量和续航 但动力性及最高车速都双降 成本应该又降了不少 但标准版价格涨2万元 换新跟你卷续航 卷能量使用效率 卷舒适性配置和体验 应该是对中国市场的需求相当重视 在特斯拉Model 3换新版上市的同时 特斯拉Model S X也再次宣布调价 Model S最新售价区间为69.89万至82.89万元 Model X最新售价区间为73.89万至83.89万元 相较半个月前的优惠后中单售价 特斯拉Model S和特斯拉Model X此次最高降幅分别为13万元和15.1万元 若以官方指导价作为参考 两款车型的最高降幅分别可达20万元和22万元 特斯拉Model S X并非主力车型 降价有助于有利于消化库存 有业内人士认为 特斯拉Model S X的这次观降非常合情合理 更重要的是新款Model 3的多方面配置升级 缩小了与Model S X的差距 后者的吸引力随之下降 降价亦在意料之中 一直与特斯拉对标的小鹏汽车也在同日推出了调价政策 即日起至9月30号 小鹏汽车针对全新P7i全系车型开启现实购车优惠政策 购车和任选2470C或1万元尾款减免优惠购车方案 同时价值6000元的丹拿Confidence系列原装音响免费升级 以此换算本次优惠力度最高可省2.4万元 莫特姐谈特斯拉中国降价 她有这个能力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 方舟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对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降价举措 发表了看法 她在解释特斯拉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时说 我们知道特斯拉之所以降价是因为她有这个能力 她这样说似乎是要消除人们对特斯拉收入将大幅减少的担忧 她说产量每增加一倍成本就会下降28% 在今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 她也说过类似的话 当时她表示随着供应链瓶颈的消除 特斯拉有能力随着电池成本的下降而降价 并补充称这将产生推升需求的预期效果 同时限制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她在最近的访谈中评论了马斯克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 尤其是来自巴菲特支持的比亚迪公司等制造商的竞争 后者在价格上击败了特斯拉 她说特斯拉和比亚迪似乎都是更受青睐的汽车 因为她的许多汽车都更便宜 她指出特斯拉的中国战略是其全球愿景的一个关键方面 因为该公司正在这个国家过渡到磷酸铁锂电池 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 那关于电池呢 宁德时代最近也发布了一个快充 然后是更大能容量的新款电池哈 所以呢 未来汽车行业又会迎来新的一波冲击 ARM上市计划浮出水面 美国劳动节后开始录演 IPO定价或于9月13号公布 据报道 今年最受期待的股票上市公司之一 Arm Holdings Limited 正准备在下周开始投资者录演之前 设定首次公开募股的价格范围 据悉 这家芯片设计公司正考虑在9月13号对其股票进行定价 股票将于第二天开始交易 此外 路演预计将在劳动节后的星期一进行 但是 该公司的计划仍可能发生变化 时间安排可能会改变 Arm的目标是通过上市筹集50亿至70亿美元 公司估值为600亿至700亿美元 并指出细节仍可能根据需求而变化 另外有报道称 Arm估值最终也可能在500亿至600亿美元之间 Arm的母公司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 目前不想放弃该公司10%以上的股份 目前ARM的代表拒绝置评 如果Arm成功上市将为孙正义带来巨额收益 其愿景基金 去年亏损了创纪录的300亿美元 此外 Arm如果成功进行首次公开发行 这可能会鼓励其他公司也开始考虑自己的首次公开发行计划 包括在线食品杂货 配送公司 Instacart 营销和数据自动化提供商 K 以及鞋类制造商B 等公司 他们正在努力准备自己的上市计划 最初 Arm计划在首次公开发行中筹集80亿至100亿美元 然而由于软银决定保留更多的Arm股份 Arm的筹资目标已经降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软银通过购买愿景基金在Arm的股份进行了交易 这个交易使得Arm的估值超过了640亿美元 据称目前Arm也在与一些最大的客户就支持IPO进行谈判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我们看到纳指期货盘前微微的波动 下跌0.1%左右 那么市场今天应该是要等待大飞浓的表现 那么市场是恢复到多头 继续涨还是给出一根大阴线 其实今天数据日除了在数据发布后 会有短比如说一个小时左右的剧烈波动之外 那么在全天的博弈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么对于技术面的交易者 多空双方都有理由去上涨 那么多头的理由是测试更高的阻力位 也就是近期波段的最高值 看看到那的时候空头的抛盘意图会如何 同时多头愿不愿意最终所谓的检测或者是离场 构成重大的抛压 那么空头认为 对于上涨趋势线附近而言 都有可能再次恢复到空头的范围 昨天华尔街的多头也给出了一些看党的理由 也就是说在9月份 而也有网友留言在这个位置比较看空 觉得9月份有可能继续震荡 或者是走出一个空头的小波段 对吧 你看市场一方面在等数据 一方面在技术位还是有一定的分歧 所以大家今天应该耐心一点 不要急于下定论 因为重要数据日一般都是收盘 你才能有一个明显的倾向 往往有时候最后几分钟 或者最后20分钟给你来一个涨 或者是来一个大跌 对吧 所以多头今天稍安勿躁 那么对于我们的传统谷罗素 它也是运动到了中间这根横线阻力区附近 看今天是凸上去 我们就要把这个趋势线延长 还是跌下来 我们就要预期继续进一步向下震荡 对吧 这也是一个临界位置 这是罗素 道指 道指是遇到了这个位置的阻力区 它是再跌回来 还是止跌 是吧 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综合来看标普白指数 也是 其实标普近期的都是更接近 纳指 受到纳指这个主要股的一个驱动 对吧 这位置也是 是往上再弄一波 到这个位置附近 到这附近 还是继续震荡 至少存在了一定的分歧 好 这是美股大盘的表现 我们能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先看一下 Tulio Tulio这个图 我觉得 我们昨天盘后也重点提了一下它 那么它的形态 更像是双重底 在颈线位置的一个洗盘状态 因此 多头应该尝试 做多 好在 这位置 不管你卖没卖 之前在这位置 它其实波动 就一两 几块钱 所以这个位置 仍旧是应该尝试做多的一个点位 说万一大盘跌了 那我觉得 之前大盘跌 这个图之前也不就在这窄幅横盘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仍旧应该选择做多 图是木头姐 在里边 对吧 也在里边 抄底 所以这图理律上 做多的胜率会略高一些 你看 跌下来 弹落 直跌 在这横盘洗盘 而不是深度洗盘 这样的话 是空头 不愿意使劲砸盘 或者说多头不愿意卖出 才导致 这个洗盘状态 是一个窄幅横盘 所以多头应该在这里 回落直跌的时候 继续做多 这属于超delay的 那么一旦走起来 将走向这个位置 130以待 也就是翻一番 有没有可能 有为什么没有 有没有可能继续震荡 也有 也有 那万一再跌回来 这趋势线 我们划到这里 行吧 跌回来的概率 除非大盘都大熊 是吧 否则这个大盘 如果这么正来正去 那这个股 其实里边的筹码 或者说主力资金 它都不会特别担忧了 是吧 对吧 因为之前大熊 是这样走的 现在不是震荡了吗 你看震荡又变成窄分震荡了 对吧 那么多头的概率就高了 这个图 好 我们看一下美光科技 美光科技的图更适合做短线震荡波段 对吧 它对应的就是上方这个阻力区 需要洗盘 所以我们之前说 一波一波的做 震来震去 那么现在呢 又处在新的一轮的多头小波段范围内 因此多头应该画好一个新的趋势线 去持仓 就画这么 做震荡行情比较爽啊 就是说持仓一两周那种啊 比较舒服 这有没有可能去涨油啊 好 这是美光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啊 它的多头还是相当的强劲啊 对吧 我们上次那个阴线啊 它不具有持续性啊 就被多头反攻啊 所以多头应该重新建仓进场做多 也要提防啊 它高位阻力区啊 继续震荡的可能性 但我感觉 没有感觉哈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因为今天也是大分钟日 看看 今天是不是再给一个多头啊 好 这下节小休息啊 这个对龙头股来说 真是啊 这回撤就特别浅啊 特别浅 好 继续 现在多多也来得及 当然你要看一下 今天数据日的表现 当然了 今天也完全有可能继续暴涨 不一定会低哈 好 这是亚马逊 我们要看一下英特尔的一个思路 我们要看它的周线吧 那么它的周线表现的 还是相当强劲 多头应该继续布局多单吧 行吧 我感觉还是要布局多单啊 好 日线呢 这个下节小休息 实际上已经被它凸上去了啊 那如果今天给出回落止跌的一个架构 应该继续恢复到做多的状态 它只不过就是有些磨叽啊 回撤比较多 所以 但是啊 不影响后续看涨 我感觉啊 看一下啊 今天也要看一下 那么对于啊 最近的这个三地打印行业 我们也是观察到了 它的这种多重底 在景线位置的一个博弈 而且近期的回撤还是比较浅 这样的话 和刚才的tulo或者是afm这样的图 我们看一下 一样啊 应该继续恢复到看涨的一个思路 那苹果啊 最近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做一些三地打印的材料 对吧 用三地打印技术 实现某些 呃 部位啊 某些部位啊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产品的一些原材料的打印 那这个概念可能要吵起来啊 那这个图呢 本质上是一个头肩底 头肩 左肩 右肩 颈线 回踩 拉升 是吧 那一旦拉升最高的阻力区在这个附近啊 在五块钱一带 对吧 嗯 好 理论上啊 这个一步往上 一点一点往上看 好 这位置应该做多 嗯 啊 很多图都没怎么涨啊 一直在洗盘 说万一带洗盘的画好趋势线啊 其实我也不能保证它一定会长起来 但这个架构 你说它看起来是不是像头肩底啊 所以我们看到像的时候呢 只能说概率上去尝试做那个架构 好 我们再看一下小发 发思里昨天又创了波段的新的高点啊 表明他自己在走独立行情啊 但是接下来2725到27这一带的阻力区 要注意啊 可能的一个洗盘的行情 守好这根趋势线就可以了啊 那么一旦到这给出回撤呢 也也不足为奇哈 会不会给回撤也不一定哈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加仓的这个pass 这个pass呢 在世界上就是一个偏正大上行的一个架构啊 那么这个趋势线呢 现在也可以明确的画出来 哎 那么现在呢 应该做新的一轮的多吧 你看 多头回落 哎 指定 在这里建仓啊 在这个十四十五一带建仓就可以了 十四块五到十六之间这位置吧 都是建仓的区域吧 啊 应该去做下一轮的多头 他这回撤比较深 也比较适合做短线波段哈 对吧 那么一波都有可能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一个空间啊 一波一波 对吧 他是一个 他其实也是一个前代的头肩底架构的右肩哈 你看 头肩底 左肩 右肩是非常复杂的偏正大上行的一个状态 属于一个底部架构哈 波段交易比较适合 好 我们看一下小拼 拼多多 拼多多 马上就要去触碰上一次的这个高点了哈 所以届时大家要注意可能的抛压 他的 他的交易模式非常简单啊 一二三四五 这图我们也是老早开始关注啊 我们还多次修正一些趋势线的一个点位啊 然后啊 重新布局新的多单 也是和88一起布局的这一轮 但是88比较磨叽哈 我们看一下有88没这 啊 没有就加一下 看一下 啊 你看88 磨叽了很久啊 那这也差不多啊 他比那个多多稍微慢了几步啊 也是一二三四五是吧 所以啊 88当前的点位 你看空头越来越弱势哈 什么什么的 这不创新低了吗 这个波段的低点越来越高 什么空头不愿意往下砸 那多头就继续在这些小拐点做多呀 接下来去摸这一百二十一这个点 对吧 摸这个头肩底架构的这个肩膀 啊 这个这个颈线位置 对吧 好 这就是88 那么刚才的多多呢 多多 拼多多呢 其实已经啊 往上走了 提前啊 比88要快啊 陡峭啊 对吧 嗯 好 我们看下特斯拉啊 特斯拉仍就是啊 可以继续慢慢的买 每天买一点 他回落的话也可以买一点 对吧 哎 他是一个偏震荡上行的一个思路 嗯 对于波段交易者来说 虽然啊 这个 我们就都赚了几十块钱吧 也还可以吧 是吧 你不可能啊 就超到绝绝对的底啊 啊 那么后续呢 如果有回落的话 继续加仓就行了 是吧 嗯 今天数据日也有可能对他有干扰啊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不要每天都希望一直涨 或者是给个大暴跌 这个这个市场可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啊 就是说忽略短期的一些扰动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木头节的图 木头节的图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架构 那么今天如果给回落的话 应该布局多单啊 继续布局多单 是吧 你看之前这一波 上拉回落 上拉回落 啊 这也是上拉回落啊 接下来一到两个加约日 还真有可能有一个小回落 对吧 然后呢 再去进场 抄底就行了 他这个图跟刚才的有一个图像吧 刚才那个 忘了谁了 PASS啊 跟PASS有点像 啊 就是一波一波上涨 他也是一个前代的头肩底架构 那么从对点算起 他当前属于第五浪了 对吧 第五浪有可能是 高潮浪 当然也有可能 提前夭折 形成所谓的双重顶 对吧 那我们的 我个人的感觉 第五大浪的概率高一点啊 也就是说高潮浪啊 继续创新高的概率高一点 做多吧 抄底做多 他的图也适合 波段化交易啊 他的回撤 比较深啊 所以 一波一波做会好一点 高潮浪到哪 不知道吗 他有可能到这个 最高的位置 对吧 也有可能 我们把这些线 把这些线删一下啊 你看 头肩底吧 到这 到这个位置 是是架构的一个距离位啊 目标位附近吧 对吧 到最高点还早的啊 一步看一步 那么多头呢 要注意这个回路啊 指低 然后呢 再去做 好 我们看一下小鹰啊 大鹰是谁 大鹰是英特尔 小鹰是英伟大啊 啊 那么他今天会跌吗 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守好趋势线就行了 每天叮嘱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其他图我们看一下U吧 U这图好几天没看了 U这图今天如果给回落指跌 也应该做一波反弹多 我们把阻力区放到最高点附近 好 其实放到这个位置也行啊 但是他创新高了 那就放这吧 看能不能给出一波来 对吧 一波一波的做 非常爽啊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多吧 我们盘后啊 看一下今天数据的博弈的情况 再见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啊 再见